因为我觉得你在场上因为网球比赛分分之间也就20秒时间 你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因为网球运动员不是说单独的一个项目就可以达成 就是现在的肌球的速度会很强或怎么样 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天一个网球运动员要去两次健康房这样 就是我们会练到全身的每一块肌肉 三就是中趋的力量也就是腹肌肉 因为我觉得中趋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力量 就是在不管多辛苦付出的同时你都要为这个目标而去奋斗 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自己达到目标那一下落 我觉得是很值得庆幸的 因为当你达到的时候你觉得原来复苏真的是很值得的这样 因为你毕竟完成了自己一个人当的力量 tooth症 我天明知道 就可以了 我天明知道